军舰也能无人化,你觉得未来海战是什么样的? 航母和航母battle,互相指挥小弟给对方来一轮导弹雨? 不不不,未来海战一定是无人化,整个战场找不到一个人 指挥官在家喝着可乐追着剧,闲着没事了再用手机指挥战场的无人军舰 或者由AI全权接手 指挥官当一个甩手掌柜,抱着老婆孩子在床上睡一觉 睡醒后发现战争已经结束了 双方人员零伤亡,军舰个个缺胳膊少腿 一个只有军舰受伤的世界完成了 这可不是火力军瞎吹,这是当前战争的发展的趋势 在这个战场无人化的时代 地面的无人战车,空中无人机都已经可以背起行囊 前赴后继的前往战场 一言不合就打电话摇人,施展风群战术展开群殴 看着自己的好兄弟都如此优秀 海上的军舰急忙表示,我也要无人化 只是军舰无人化的难度要比无人机和无人战车难太多了 你看看重量,军舰都是以吨为单位 而无人机还是公斤 对比一下大象和蚂蚁,画面感直接就出现了 再看看技术,军舰上的发动机,武器系统,防卫系统 哪一个不是高大上的代名词 再看看价钱,军舰哪一个不是几千万上亿的 这就导致了在武器无人化这方面 无人机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 而无人军舰就只能吊车尾了 那么,当前的无人军舰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未来的海面战场又会是什么样的画面 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虽然无人军舰的发展比较慢 但历史悠久,早在二战时期就有无人舰艇出现 只是在那个时候的技术不咋地 无人舰艇只能是当作一次性的制导武器 可以以理解为导弹或者诱饵去吸引火力 等到二战结束 苏联这个大胡子和山姆大叔开始冷战后 无人舰艇就逐渐成为了搜寻和清扫水雷的航行器 只是等级虽然提高了一点 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差距 这些老古等的遥控能力都是由电缆发动的导航信号 或者母舰通过无线电控制 就好像有一根绳子牵着 根本走不了多远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 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起飞 无论是无人军舰还是无人潜艇 都表示自己有希望了 水下机器人和水面机器人 也不再是空荡荡的概念 不过在无人军舰这方面 第一个吃螃蟹的 其实不是各个方面都吊打其他国家的山姆大叔 而是以色列 毕竟美国不缺士兵 而以色列却 作为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 以色列与周围的阿拉伯国家格格不入 建国建的都不安生 在周边都是敌人的情况下 为了减少士兵的伤亡 以色列率先使用了无人舰艇 在2009年 推出了全球首个保护者无人水面艇 在黎巴嫩沿岸巡逻 监视对面的一举一动 作为初代的无人军舰 以色列对保护者的要求也不高 只要是个无人的就行 所以保护者的大小很一般 长度只有9米 排水量也只有4吨 不过小是小了点 但是浓缩的都是精华 该有的功能一个不少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跑得快 保护者的最高航速达到了50节 只是火力不如现在的军舰 毕竟保护者的吨位和大小在那摆着 没加装太多的武器装备 机枪榴弹发射器就是保护者基本型号的武器 注意这里说的是基础型号 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在上面装上轻型防空导弹或者舰炮 对于较大的无人舰艇或者直升机 在武器装备配备较为齐全的情况下 N个保护者唯有一个正常吨位的军舰也不是没可能 蚂蚁咬死相可不是说说而已 看以色列玩的那么嗨 美国也直接下场了 相比较经济财力一般的以色列 山目大叔可谓是财大气粗 直接后来者居上 而且在以色列之前 美国也不是没有成果 更多的是积累无人军舰的技术 到现在美国关于无人军舰的 有着一揽子的计划 十分的全面 无人侦察艇 无人战斗舰 那是安排的明明白白 比如在2001年的时候 山目大叔都已经测试了斯巴达侦察兵 硬体橡皮艇 重量连两吨都不到 光电 红外传感器 以及水面搜索雷达倒是不缺 但是火力就只有机炮 妥妥的一个侦察兵 跟斯巴达没沾边 这点没办法 斯巴达侦察兵毕竟只是一个示范 用于做验证的而已 性能注定不会太好 而且一般来讲 无人装备的初步应用 都是在侦察 情报 后勤等领域进行试验 如果平台可靠 才会进一步搭载武器 毕竟直接将其拉上战场 万一出点问题就直接计 逢年过节上香 你都不知道在哪上 美国发现斯巴达侦察兵 没啥大毛病之后 就紧接着推出了 舰队级无人作战艇 由美国的LCS 滨海战斗舰搭载使用 扩大其监视区域和作战范围 相比较吨位小作用单一的斯巴达 长12米排水量7.7吨的舰队的作用 就多了一点 它可以携带2.3吨装备 自行运转两天 承担了布雷 反潜 打击海盗等任务 与昙花一线的以色列相比 美国的无人军舰 完全可以称之为循序渐进 在2010年的时候 又推出食人鱼无人水面舰艇 长16.5米的挺身 几乎都是碳纤维纳米管复合材料建造 排水量比不上舰队级 只有3.6吨 但载荷却拉开两条街 食人鱼的有效载荷超过6.8吨 这些无人军舰都是小型的 所以在无人舰艇技术逐渐成熟之后 美国就开始了自己的大型无人军舰的计划 18年建成海列号 20年组建幽灵舰队 到现在幽灵舰队中 共有4艘大中型无人军舰 霸王级游骑兵号 和流浪者号 猎人级猎人号 海英号 猎人级负责侦察 霸王级负责火力支援 可以看到 之前无人舰艇发展缓慢 主要还是无人技术的大难题没有解决 一旦有了突破 无人军舰发展的速度 远超普通军舰发展的速度 起点都不一样 比如隐身这种高科技 无人军舰用不了一两代就能配备上 毕竟对于无人军舰而言 基本上就只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等到无人军舰发展一定程度阶段之后 山姆大叔又趁热打铁 在2020年推出了海上列车计划 大致意思就是 无人军舰会在美国沿海的某个港口挨个出发 等到离岸15海里之后 这四艘无人舰艇首尾对接拍成一条直线 画面可能就相当于火车 美国是打算利用这种定制的结构 将无人军舰向一间间车厢拍成列车的形状 与火车不一样的就是 海上列车没有火车头以及铁轨 并且在这种结构下 列车航行6500海里跨越大洋到东南亚 在接近目标后又分道扬镳 各自完成各自的任务 等到任务完成后 这些无人军舰再次组成列车回到美国 从头到尾 这些军舰上都不会有一名船员 这样组成列车的一个最大好处 就是可以保证续航 对于中小型舰艇而言 阻挠他们远航的最大因素就是星波阻力 而无人军舰的设定就是中小型 带上武器装备之后的东西后 续航不够 可搭载的燃料不够来回往返和执行任务 这就有了海上列车的概念 通过将军舰连在一起形成编队 减少航行过程中的星波阻力 达到远洋航行的目的 这还只是军舰的行动预想 在技术上 美国也打算再创新高 目前美国海军的无人军舰 大多都需要遥控操作 或者预先设定程序 自主化程度比较低 在态势瞬息万变的战场 这点是致命的 这就相当于别人都拿着枪走到你脸上了 你还在计划下一步该走哪条路 这还打个锤子 所以美国对海上列车提出了新要求 自主行动 好家伙 直接当一个摔手掌柜 表示 这个仗你们自己随便打 别输了就行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美军计划在海上列车项目中开发动态控制体系架构 使无人军舰之间可以共享位置路径等信息 鼓励这些无人军舰围殴别人的大型军舰 由于难度实在太高 海上列车到现在美国也没搞出来 那么无人军舰到底好在哪里 为啥美国对其抱有那么大的期待 无人军舰最大的优势就是无人 这点与无人机以及无人战车一个性质 什么脏活累活都可以交给他办 比如进入危险水域之星反潜站 扫雷站 以及情报侦察之类的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 最大程度上减少人员的伤亡 毕竟现在的美国单挑无敌 唯一的问题就是人员的伤亡 美国想的是以最少的伤亡取得最大的战果 那无人军舰就是最好的选择 其次就是无人军舰造价低 有人军舰与无人军舰的造价差距是很大的 首先就是居住舱室 保证士兵睡好 除此之外还要喝水 海水淡化装置少不了吧 而且军舰一次航行都是几个月时间 光看大海非要看兔 专门腾出几个屋子种点花花草草 以及新鲜蔬菜 改善一下心情不过分吧 这么一来二去就大大增加了系统的重量 军舰的吨位也就上去了 而无人军舰则不一样 完全不需要考虑士兵的舒适度 很小的无人军舰就可以完成同等的任务 性价比十分的可观 按照美国海军的作战理念要求 无人舰艇坐到长度60到90米 排水量大约在2000吨左右 相当于小型护卫舰的尺寸就够用了 另一个方面就是美国的分布式作战方案 美国在罗斯福号航母瘫痪数月之后 就已经意识到不能将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 直接转换策略将重心放在了无人军舰分布式作战方式上 这确实没啥问题 海军的无人作战系统实际上就跟空军的无人机是相似的 毕竟都是无人体系 在攻击方面的使用也是以风群这种类型来进行的 当前最容易看到的就是一艘有人军舰带着几个无人艇执行任务 在任务中无人军舰保护有人军舰 有人军舰负责发号施令 看谁不顺眼 直接派小弟揍他一顿 小弟打不过了 大哥再亲自出马 未来海战 小弟已经成长了大哥的水平 压根不需要大哥动手 同时也可以在无人舰艇上加装各型信号发射机 必要时发射伪装电磁信号 模拟包括航母舰队属舰在内的大型海上作战平台 消耗对手资源 可惜的是 目前无人舰队的想法还面临很多技术性的难题 比如海外远程部署 通信和可靠性等方面 首先就是海外远程部署的问题 分布式作战舰艇 想要穿越大洋部署 就必须要具备更大的体量 这就带来了新的技术升级难题和成本的增加 虽然美国现在提出了海上列车的概念 但一直没结果 技术方面又碰到了问题 其次就是可靠性 无人军舰如果在大洋航行 或者执行任务的时候发生设备故障 怎么办 自己修复 没错 一般的无人军舰都具备自我检测和修复技术 但技术如何还没法确定 唯一能肯定的就是 比不上经验老道的船员检测设备的细微能力 这些最根本问题无法解决 无人舰队跨越远洋作战 真的就是白日梦了 那么未来海战是什么样的 在火力军的想象中 就是无人军舰前面走 无人潜艇水里根 顺便再放几十架无人机在空中巡航 水下则还有几个无人巡航器 在对面家里布置水雷 整个战场找不到一个人 都是在背后偷偷当老六 所以除了无人军舰这个大家伙 还有无人潜艇和无人潜航器 也可以直接来一手俄罗斯套娃 无人潜艇携带小型的无人潜航器 我们先来看看无人潜艇 早期的无人潜艇其实也是属于民用产品 没事了丢一个下去 看看海底的构造是啥样的 或者了解一下海底的生态环境 顺带考虑晚上该吃谁 但这毕竟是民用 无法用于军事 如果想要将无人潜艇用于军事和作战 控制与回收就需要继续加强 在未来的海战中 估计是无人潜艇发射无人潜艇 唯一的区别或许只有大小 无人潜艇配备主动式声纳和光学传感 活动范围只会比母艇更远 可以对港口沿海水域实施秘密侦察与监视 并且肆无忌惮地搜寻敌方的水雷和潜艇 还不用担心母艇会暴露 无人潜艇最开始其实也只是侦察用 比如美国海军第一代搜索鱼雷用的无人潜艇 NMRS的近期鱼雷侦察系统 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发的远期鱼雷侦察系统LMRS 美国的海狼级和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上就配备了 当前的这种侦察型倒在未来海战中完全不够用 新一代的无人潜艇与无人军舰的要求一样 自主攻击 依靠母舰已经不是一个成熟的无人潜艇该做的事了 未来的海战中的无人潜艇的画风 就是肩上扛着RPG 头上戴着望远镜 手里再拿着一把M4 一边观察敌人的动向 一边考虑什么时候攻击最合适 等到队友爆点 敌人没有支援 直接开炮 打完就走 然后回到母舰报告自己的战绩 一套流程 行云流水 在这一阶段的问题 就是无人潜艇如何实施报导敌情 因为海水阻隔了无线电 激光通信就成了唯一的希望 所以要为其配备上浮标 卫星 母舰通信网 这些辅助设备的开发才是最大的难题 最后就是无人潜航器了 在友人的时代 舰艇和巡航器有着巨大的差距 但都是无人的情况下 二者的作用其实就差不多了 同样都可以看作水下机器人 作用也和无人机差不多 美军对无人潜航器的看法 其实就是想它披着吉利福 伸入腹地 在对方老家埋个水雷 成为海洋中的查打一体无人机 这点其实跟潜艇的作用差不多 威力甚至比无人潜艇吃炮打击更大 水雷战没落的最大原因 其实就是太过危险 并不是威力不行 就算是低技术的老式水雷 也可以对现代海军造成威胁 毕竟不射水雷的地面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敌人的后花园 敌人的飞机 军舰或者潜艇都在这儿 在现代战争中 去布水雷基本上就是赶死队 最大的可能是水雷还没布完 旁边就出现了一个大号的鱼雷 直接给你干碎 提前布置那就是在赌博 海域那么大 敌人压根就不会按照自己设想的路线来走 这个时候就需要无人潜航器出手了 无人潜航器的航程 自主性和灵活性 与水雷的攻击性结合到一起 那就是新世界的大门 无人巡航器直接跑到对面 家里布水雷 成了那就雪转 被发现了也不开 反正就一个无人续航器而已 损失得起 只是也正如火力军上面说的 海战的无人领域发展的十分缓慢 迄今为止 美国海军使用的无人潜航器 大多数都是小型的 这完全不够用 而想要布设一片水雷区 却需要体积大的多的无人潜航器 大到足够装载树木令人满意的水雷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美国海军的新型 虎精无人潜航器 虎精长度大约为26米 可以进行更大范围的巡逻和装载更多的有效载核 也可以装备一点体积更小的无人巡航器 在海底模拟潜艇的信号迷惑对手 未来也可以发射类似战斧的导弹或者鱼雷 毕竟光布置鱼雷也不是大家风范 目前 无人化战争的发展已经呈现出相对清晰的蓝图 空中武器无人化 陆地武器无人化 士兵机器人化 以及水上武器无人化 无人机是无人化武器装备中发展最早 也是成效最大的一类 相比无人机 无人潜艇的发展虽然并不晚 只是技术进步上略有之后 但是在近几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未来十年 无人舰艇有能力改变海上战争形态 不过他们对网络 计算机系统和数据链的极为依赖 任何寄希望于无人舰艇的国家 必须首先在电磁和网络空间占有足够的资源 在不远的未来 海上作战成功与否将在更大程度上 由虚拟维度的交锋决定 对于未来海战 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视频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还请各位在下方指正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